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卷书轩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于元宵节的词 身杂子元熙送欧阳修 2065年元宵节 著名世人余光宗幽默地把这一天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他说在西方 人家的情人节是2月14日 我们的情人节就是今天 我们的诗词里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多么浪漫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身杂子元熙中 描写的元宵夜情侣们相会的词句极其美好 堪称千古佳句 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词 生杂子元熙送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 花式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月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诗春山秀 这是首相思词 写去年与情人相会的甜蜜 与今日不见情人的痛苦 明白如画 饶有韵味 词得尚却写 去年元夜的事情 花式的灯像白天一样亮 不但是观灯赏月的好时节 也给恋爱的青年男女 以良好的时机 在灯火阑珊处秘密相会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这两句言有尽 而亦无穷 柔情密意 异于言表 下却写 今年元夜 丛林故地 不见依人的伤感 月雨灯依旧 但却不见去年人 物是人非的畅往 惊喜对比的凄凉 由此美景 转为伤感之景 去年月夜相约 护述中场 今年孤身之隐 徒役前蒙 怎能不叫主人公 抚经思息 泪下如注 因何不见 一字未及 或话有难言之隐 或许顾留悬念 古人如此 惊人亦然 世间总有太多伤感 和遗憾 世事再变 沧海桑田 我们能做的 就是把握当下 珍惜 眼前人 在此 也祝天下有情人 月满 人团圆 圆宵快乐